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到日文必答的环节 这节换了郭Sir说我们的阿拉家庭观众问题 如果你有任何投资问题的话 继续打来2804-6566 郭Sir早安 好,我们听听吴小姐的电话 吴小姐你好 早安 早安,吴小姐想问你 早安 我想問二、三、五 因為今早突然升了一遍 是,彈了上來 其實我平均價毫六指 不知道他這次會上網多少 我想知道,謝謝 你駕駛了多久? 我駕駛了,因為我之前有追貨 有沒有供過? 有啊,有啊,有啊 有四十萬是供回來的,八仙 OK,應該不用怎麼輸 因為八仙來,你現在有豪二次 那些是有得賺的 但我平均之前的浸 之前那浸就比較高些 難搞些 所以平均價都豪六 豪五、六 明白,好啊,你除了中刷 還有沒有另一隻股份想問? 有啊,我想問一三五 在什麼時間可以再追貨 咦?你又買了浸,我聽你這樣說 是的,我在十元也有賣,八元也有賣 明白 我想知道,所以再追貨 謝謝你 先說中刷 其實最近他發了一個型起 與其業績都會有改善 完成工股之後 其實財務狀況已經大幅改善了 只是工股哥 只是工股哥 投資 應該這樣說 你們已經賺了錢 不過很多是豪六、豪七 或者更加高賣入 現在這一刻來說 我覺得已經走脫了整固不前的格局 最低限度股價已經升了十天和二十天市 不過有時候的股票很難去判斷 或者這樣說 如果你持續不太多的話 我認為暫時先等等 因為在上升的形態當中 他有條件進一步 試一條五十天市 大約一毫三千四 如果覺得到的話 上升一毫半、毫六 我覺得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一毫多指的股票 要炒起來的時間 其實來說 真的可以很快 如果你能夠放下去 我自己個人看 在深港通走過之後 其實會有更加投機性的炒盤出來 到時股價不單是毫半、毫六 可能還會更加高 暫時的技術形態 也漸漸擺脫了持續下行的型格 加上毫六指回來比較貴 我覺得索性暫時是等一等先好了 如果到了一分鐘 真的按耐不住 公股回來的八個仙 你可以考慮先行回套 不過可能先等一等 上破了一條五十天線 高一點才再作考慮 如果有機會上毫半、毫六 可以不妨先把八個仙那些賺掉 先拿一袋 剩下那些 就等一等 好嗎 另外 家庭公眾問的另一隻股份 就是135均能源 均能能源的股價暫時沒有起跌 在7.6毫一這個位置 郭Sir看到油價創近六年低位 均能能源的股價近來也有一點升勢 在大概7元左右 看到一個初步打底 而且這個十天線 也上去二十天線 出現一個小型的黃金交叉 你覺得現在 10元又有貨 8元又有貨 平均價大約9元左右 這個水平買了的均能源 現在應該怎樣操作 是否可以剛才中拆 繼續等下 第一由高抬 我講的是十二三元跌下來 累積的跌幅已經很厲害了 國際油價持續仍然受壓 但是來到四十幾元一桶 我想就算要跌 都要斷一斷定 不過我不期望有V型的反彈 因為實際上 國際的油現在這一分鐘是供過於求 尤其是美國以前原油的入口 現在已經出口了 油價跌對天然氣來說 始終也有些影響 不過內地的 大家知道北京、上海、天津等地 空氣質素很差 因為內地現在對電的需求很大 事實上七成以上的電 都來自燒煤 所以政府也希望多些用天然氣來發電 事實上對於昆仑能源來說 這個是比較正面的 不要說別的事情 只是說股價跌了這麼多 如果來到現在這一刻 能夠捱得過的 我都認為先捱下去 這一兩天有少許轉定了 因為股價已經在十天、二十天線之間 反覆完之後 輕輕有技術上的升破順滔 比較具阻力的位置 大概暫時來說 是八個二左緊 這個是五十天線所在 如果能夠回到五十天線的水平 我相信技術上 應該可以進一步向上走 我不敢看太多 如果回到八個四、八個半 其實還有些機會 況且老老實實 累積的跌幅也實在太大了 如果可以等的話 應該暫時等等 下一集記得 買股份除了一直跌的時間 基於貪便賣去溝貨的心態之外 最重要是看基本因素 一隻股份 短期來說 如果行回浸 升回浸上去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只要買盤稍為主導 股價已經可以做一個明顯的上升 但出現一個比較中期性的升勢 一定要看基本因素 如果基本因素偏淡的話 就算股價今日反彈 明天反彈 後一個階段 始終還是回去 或者再反覆回軟 這點要留意 不過無論如何 坤隆能源始終不是一般的二、三線世價股 可惜的地方就是 10元買完之後 股價已經出現了一個跌破訊號 在那一刻其實不應該買 因為10元是一個增持的據點 給一個逃亂看 是這個區間 一直站在這個區間 你買也不要緊 萬一再下來的時候 輸幾毫子就要走 因為這裡買的貨的人 是會指示 這裡買貨的人 可能更加迫切性要減綁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千萬不要想隨意上購貨 因為事實上來說 一旦跌穿的信號時間 太多的沽盤要出來 那時候你去接貨或者去購貨 你又覺得我10元買了 我9元當然要購 但別人上面11元12元拿著的 他們的心很偽 他們想要減幫想要走 所以最好都是引引手比較好一點 不過無論如何過去都不需要說 只是說未來同類技術上的錯誤 不要再犯就可以了 現在這分鐘暫時等等 吳小姐可以考慮一下郭Sir的意見 兩隻股份都繼續持有 這個235 看看股價有沒有機會突破1毫3400 有機會上網到毫6指的水平 就試機可能要沽一沽貨 至於這個135 郭Sir覺得暫時就沒有溝貨 看看股價有沒有機會反彈突破8.2的水平 上網去到8.4這個位置 才再重量減一減榜 之後我們聽聽邱小姐的電話 邱小姐在這裡嗎 你好,主持早安 你好,有什麼幫到你 我想請問兩隻未有貨 第一是1313華人瑞麗 這隻股票我打算是短線 第二是想問中國銀河 即未有貨 這隻來說我可以駕長一點都可以的 OK,好 明白 好,我們來看看這隻1313 看到華人瑞麗的股價 暫時做得不太好 這幾段時間都是反覆向下 同業金裕還發了刑警 可否幫我們分析一下1313 究竟現在還上來的股價 去到大概5元邊 4.9號落 暫時升了一仙 現在應該怎樣操作呢 是否應該這個時間買下去呢 你提到我買來炒的 一個月的低位是4.81 亦都是上落區域的底部 我亦都是給你提供一個技術上的止瀉位 事實上,剛才葉筆錄提到 股價持續收押,真的 看回圖已經知道了 直到現在這分鐘 都是走在10天、20天和50天線之下 而10天、20天線 亦都是走在50天線之下 即是形態是偏弱的 不過由10月到現在為止 它根本上處於上落等變的格局 如果你是作短線的話 我先給你目標價 暫時說上網是5.25 記得是5.25 如果你是純粹短炒 當然要做一些風險管理 現在這分鐘一買,跌穿4.81 就止瀉算數 輸的只是毫多指 如果你是能夠做到這一點 買少少,沒有相關的 一直都是上上落落 不跌穿的,就繼續上落 跌穿了,不用說 這塊貨的人 可能多或少需要減磅或止瀉 記得,你自己說的是短線 短線的,嚴守4.81 止瀉的位置 很清楚 另外一隻3988 如果有看我這個節目 我一直都有推介 直到現在這分鐘 我都認為是便宜的 6倍多的市盈率 有5厘多的股息 從任何角度來講 都符合了中線持有的心態 只不過過去大把時間 在4元以下買 沒有買就比較可惜 不過不要緊 股份只要是股值低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分階段買 只是4元以下買的時間 就勇少少,不要緊 但是去到4.4、4.5的時間 始終來講 就有少少蠻高的感覺 例如你買3萬股 你先買1萬先 不要太過急進 還有一件事順帶一提 就是早前已經發明了優先股 即是說未來的聲勢 只要不夾襲其他不明朗因素 是可以進一步挑戰 大膽一點說 5元的目標價 我相信應該可以到 如果你可以中線持有 分價錢慢慢買 有少許可以留意一下郭Sir的意見 1313華人水泥 就留意著4.8毫一 這個短炒我自己洩毀 至於中國銀行 郭Sir覺得這個中線持有 目標價可以去到5元 而且股值也不是貴 好,這次和郭Sir談到這裡 郭Sir,剛才提到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郭Sir 這次時間來到這裡 待會我們會有即時攻略的時間 為大家探討股市的焦點 待會再見